为进一步规范人员的精准管控 7月28日 乌鲁木齐市疫情绑控工作指挥部 对来乌反乌人员和离乌人员的管理措施做了调整 一是关于各地来乌反乌人员 落实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的要求 坚持精准管控 严格查验近14日内外地所有来乌人员相关健康码信息 和7日内核酸检测报告 二是关于外地离乌人员 自7月17日计算 在乌停留满14天的外地人员 如需返回外地 需持新疆健康码 谈乌鲁木齐创新的 低风险或绿码 和7日内核酸检测报告阴性 和抗体检测报告阴性 污市人员原则上 非必要不出污 三是关于本地居民返回人员 乌鲁木齐市的本地居民 从低风险区和中风险区返回的 因持有相关健康码和核酸检测报告 提前联系居住地所在的社区 将行程安排告知包裹干部 以便于顺利进入小区回家 需要提醒的是 进入居住地小区后 需严格执行 我是封闭市小区管理的各项规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